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们儿 我说这俩人绝对是一顿吃货 你们 我们要下班了 要关门了 谢谢 一共是五十块 到底谁付账 给你 看见了 多没面子 你可得多挣点钱 没钱就别想请女朋友吃饭 真够窝囊的没出息吃货 太久了 请兮兮吃饭还让兮兮套钱 谁让我失业两个月了呢 为了有钱去兮兮吃饭 明天我就要去找工作 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不忙 不忙 老板 我挂了 我们下班了 一会儿见 拜拜 下班了 走了 胖子 拜拜 来 我们走喽 你明天不用来了 不好意思 为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给公司干活 所以你才不忙公司要你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吻 救命了 我站住 你还好吗 我一样 我摆住 你会不说? 我摆住 你呀 我摆住 我摆住 南瓜 今天忙不忙 忙 特别忙 回电了 您内 走 南瓜 明天就不用来了 为什么 你干活一点条理都没有 才会整天忙啊忙的 公司要你干嘛 你去啊 你去啊 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不忙 忙刚忙完 你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你太没有责任心了 做完了就不能检查一下吗 做完了就不能帮助同事一下吗 公司要你干嘛 怎么样 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我工作忙完了 也检查过了 正在帮同事忙 这么说合适吗 这么说合适吗 听好了 你已经被解雇了 为什么呀 你做事情没头没脑 你为什么不计划一下明天要做的事呢 你太爱出风头了 同事会对你不满 你大包大栏会导致同事偷懒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为什么不是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有的 我怎么办 南瓜 今天忙吗 南瓜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是被吵了吗 说什么呢 这是 你还挺会开玩笑的 举暗思维 对了 南瓜 明天开始你转正了